好 回過頭來對大家關心的是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上個月宣布說要投資一兆日圓到日本的雄本線去設廠 之後日本是進一步張開雙手擁抱台積電了 那麼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政府計畫要建構新的法律架構來補貼 在日本設廠的先進半導體業者 過去這項法律只為了5G無線網路業者來量身定作 如今修正案在12月送交國會通過之後 台積電將會是第一個受惠的業者 那麼據瞭解日本政府追加預算 將會成立一筆數十億美元補貼新能源 還有先進產業的基金 而台積電投資一兆日圓 日本政府也將會補貼投資金額的一半